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今天是2021年6月19日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发生了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湖南郑州汝城县的一栋七层居民楼突然倒塌 而且四川没有任何预兆 数百居民被买 目前具体人数还不清楚 因为有的网友在争论是六层还是七层 因为中共规定七层以上的必须要安装电梯 所以各地一般都是建立七层或者引七层 实际上是八层 所以说这栋楼虽然说现在已经倒塌了 无法清锁 但是根据情况来看 它应该多半是七层楼 但是它可能是六层标号 进门就是由一个小楼梯上七楼 这也是中共各地默许的一种办法 就是回避硬性的规定 今天中午十二点钟 是礼拜六 各家各户都在围着餐桌吃午餐的时候 毫无预兆的楼房突然就整体倒塌了 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楼到底有几栋单元 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知道 中共的楼房一般都是两到四个单元 当然也有五个单元 也有独栋楼 桶子楼就是一个单元的 但是那都很少 现在是三单元 是四单元 是普遍的 所以一个三单元的居民楼 三七二十一 这个二十一在城上 每个单元一般来说是三户人家 一般都是两到四户人家 平均就算三户人家 也就是六十多户 所以这样算来呢 这个楼呢 最起码有两百居民 就这样突然被活埋了 目前呢 消防队以及各方的死救人员呢 还在营救 因为它简直就像地震一样 大量的人呢 被埋在地下也不知道 当然中共将来可以说 没有找到尸体 所以说就没有伤亡 因为中共内部 它还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伤亡人数 只要达到三十人以上 恐怕省委书记都要撤职 市委书记更要撤职 所以说中共总是拼命地隐瞒人数 至于事故的原因呢 据当地的这个视频的叙述呢 是由于戈壁盖房子 施工机械呢 在挖这个地基 说动静太大 造成土地震动 震垮了戈壁的大楼 这种说法呢 也许有一句 但至少呢 我们也可以清楚 中国的楼房是多么的脆弱 居然能够被戈壁施工的机械给震倒 事实上呢 中国的大楼呢 也是全世界寿命最短的 最假冒伪劣的大楼 大部分大楼的寿命呢 只有三十年左右 而现在呢 改革开放四十年 大部分大楼呢 都在进入危险区 所以说呢 这些大楼的倒塌呢 将是必然的 无法回避的 谁也不知道 这些楼房什么时候倒塌 它就可能就像湖南的这栋大楼一样 无声无息地倒下了 可能你正在睡门中 一辆重型卡车 比如说进城 如果你家门口的震动 都有可能把你震撼 因为一辆重型卡车的 这个震动能力 恐怕要超过那个地装机 所以说呢 中国的楼房呢 是充满了危险的 因为他 我曾经在监狱里面 碰到好几个包工头 我都问过他们 我说你们这个楼房寿命多久 他说这个名义上呢 是五十年 但实际上一般都三十年左右 哎呀 三十年以后 他说我们这帮人都该死了 谁在乎这个楼倒啊 在中国没有钱搞不定的事情 你与其花那么多的钱 用那么好的材料 他说你也不见得 就能盖出好楼房来 而且呢 如果该倒 楼房就让他倒吧 他说这个反正中国人呢 都是稀里糊涂 稀里麻糊的 他说再说呢 我们这一行呢 要想赚两个钱 真的不容易 如果你用好料的话呢 你肯定亏损 所以说呢 不管是什么材料 我们都是捡便宜的 中国不光这个大楼的建筑材料 钢筋都是假的 就是他每一个地方都是假的 那个钢筋呢 甚至能够被人手掰断 那个水泥呢 我以前就在监狱水泥厂 我知道 那个水泥多半都是质量有问题的 因为比如说我在的那个是同龄监狱水泥厂 他又他先后从国外引进过两期的这个就是整体生产工艺 都价值上亿元 第二期据说是1.5亿元 都是从银行贷款几亿 但是从来没有归还 也不打算归还的 永远也不会归还的 因为任何银行也不敢去分监狱的大门 也不敢去问他要债 他有武警可以打你 他们生产的水泥长期以来就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监狱的这个囚徒也好 监狱的管理人员也好 始终都掌握不好 后来呢 据说走投无路呢 请了那个浙江来收 那个浙江的工人稍微点个火控制一下温度 一个月就可以拿到几万元的薪水 但是呢 等到过一段时间监狱认为已经学会了他内招的时候 让人走了自己在生产的时候 往往质量就每况愈下 但是呢 销售的时候采取怎么办呢 就是贿赂给回扣 来解决这个问题 标号都是超标 碰到检查人员来检查 他就塞点红包 然后呢 验收人员来 也是塞点红包 所以说呢 在中国即便你花高价 也很难买到品质优越的 这个建筑材料 也就是说呢 整个市场都充满了假冒伪劣的 这个建筑材原材料 所以说呢 你盖的这个大楼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甚至可以说 中国的整体的大楼 这些年来令中国人惊叹的所谓中国速度盖的大楼 多半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而且呢 现在呢 从春州的这个情况来看呢 中国的楼房已经集体进入了危险期 将来呢 中国楼房倒塌的消息呢 恐怕比街头砍人的消息还要多 还要密集 相对而言呢 世界各地的房子呢 都是比较坚固的 我们知道日本的木头房子都能有数百年之久 加拿大的这个房子 寒冷地带的房子 木头房子也有数百年之久 因为那个地方的木头呢 不会腐蚀 而且他们远用最好的木料 还有呢 像这个欧洲的房子呢 那个金箍城都更是 令中国人目瞪口袋 比如说现在意大利的罗马城 80%的街道 居然是一两千年的时候铺设的 据说呢 城里面50%的楼房呢 是一千年甚至两千年前建筑的 因为呢 西方人盖房子呢 都是选择在 他首先会对地理条件进行考察 就是那个地势 非常坚固 在那些山坡上 他们才盖楼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 大部分楼房 最好的这个楼房 都建在香港的港岛的那个山上 太平山坡上面 就所有的豪灾 都建筑在那些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呢 不会这个出现垮塌 不会出现地势的问题 因为海滩呢 它都存在着哪个地方 从于倾斜呀 或者地线呀 这个山上不会 就像世界上 最昂贵的房地产 都建在曼哈顿 我在曼哈顿呢 经常去曼哈顿 我在纽约生活了三年多 曼哈顿的那个地铁呢 可以这么说 有的地方都有五层楼高 就是要穿过整个岩石城 才能挖通地铁 代价是非常昂贵的 据说曼哈顿的那个隧道 是世界上最难最难打通的 为什么美国人 英国人要建造纽约这么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把它甚至这个城市的核心心脏 曼哈顿建在一块岩石岛上呢 就是因为它坚固 它就像永不沉没的一个巨大的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山体 所以呢 这个西方的建筑呢 它你想一想 一个社会 像罗马人或者美国人 英国人建一栋房子了 只剩后代可以住三百年 五百年 甚至一千年两千年 那是什么情况呢 节约了多少职业 而现在的中国人呢 被称为房农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们一生奋斗才能买一套房子 而且呢 这一生里面呢 可能还需要住两套房子 因为一套房子的寿命呢 只有三十年 所以中国人的确是很可悲的 中国所谓中国速度呢 实际上就是糟蹋大自然 糟蹋人的速度 建造了 因为中国的真正的财富呢 就是房子 任何人类的财富的主要基建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语言 一个是财富 因为有语言 你就能造原子弹 造图纸 你就能造着这个原子弹的 那个二十页子 就可以造出原子弹来 也 大不了也就是 上百页子 你就能造出飞机 造出最先进的东西 火车地铁什么的 也就是那么几十页 上百页的图纸说明就行 所以呢 你的人类群体的语言 达到什么程度 它的文明就达到什么程度 另一方面人类的建筑 达到什么程度 它的文明也就达到什么程度 这是两个 一个人是潜在的 隐性的指标 另一个是硬的 外观的 可以看见的指标 而中国呢 在这两个方面 都是非常落后的 是最落后的 中国的语言 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语言 它是最原始的语言 它是两千年 没有进化的语言 而中国的建筑呢 也都是一些 自古以来都是茅草房 就是皇家的房子 都没有两层楼 就是建筑工艺非常低劣 然后呢 现在呢 有盲目的建高楼 所有人都弄虚作假 建筑的都是一些垃圾 所以这些垃圾房子 将来会给中国人 以沉重打击 中国已经进入楼倒倒时代 在这些垃圾房子